天终于尽凉 今夏在睡梦中清醒过来 抬眼赶紧查看梁军贤的伤势 还好额头不热了 梁大哥 梁大哥 今夏轻声唤着 嗯 梁军贤慢慢苏醒过来 看着眼前疲惫而狼狈的今夏 身上沾染了自己的血水 衣服脏细细的 脸上一块灰一块白 头发上也沾了枯树叶 眼下有些乌青 应该是昨夜没有睡好的缘故 今夏 梁军贤抬起手想要抚摸今夏的头 今夏以为他要喝水 赶紧起身 你等我一下 便跑出去给梁军贤取水 梁军贤虽然手落空 但是心里还是因为今夏照顾了自己一夜而感动着 这个傻丫头因为自己弄得这么狼狈 她的伤刚好 也不知道会不会连累到她的伤口 此时今夏端着水走了进来 打断了梁军贤的思路 她慢慢起身 今夏来到梁军贤身边 扶起她 喝点水吧 梁军贤喝了口水 温柔地看着今夏说道 谢谢你 照顾了我一晚 别这么说梁大哥 要不是我 你也不会受伤的 不瞒你说 上次我遇袭就跟我办理的案子有关 这次也一定是那伙贼人不死心 非要置我于死地 抱歉连累你了 今夏很深内疚地说道 梁军贤扯出一丝笑意 傻丫头 不是你连累了我 是我连累了你 梁军贤看了看自己肩膀上的伤口 被包扎了 她记得昨天这刀伤似乎有毒 我的伤 哦 这伤口不深 但是有毒 我只好 今夏的嘴角还残留着昨夜吸毒的血迹 梁军贤看着今夏的嘴角 是你帮我吸的毒 梁军贤很意外地看着今夏 她没想到今夏会为了救自己 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那个 今夏此刻的确有些尴尬和不好意思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毕竟 昨天晚上不能看着你中毒而亡吧 梁军贤看着今夏的酒破 她知道自己再说下去 定会让今夏更不好意思的 可她真的没有想到 今夏竟然为了救自己 亲自给自己吸出毒 这样的女子叫自己如何不心动 梁军贤温柔地看着今夏 梁大哥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可能走 今夏询问道 嗯 好多了 我们赶快离开此地吧 梁军贤坚持着站起身 今夏赶紧过来扶住梁军贤 两人一起来到院中 梁军贤掏出随身携带的信号 拉起信号发射到空中 今夏意外地看着梁军贤 我是通知红烈来找我 梁军贤解释道 今夏点了点头 果然不到半刻钟 红烈便找到了小院 他扶过梁军贤 公子可好 我没事 梁军贤还是余毒未清 身体还是有些虚弱 属下这就带公子回去疗伤 红烈说着就要带梁军贤往外走 等一下 今夏昨夜 我们遇袭受伤之事 我不希望节外生枝 还希望你帮我保守秘密 不要说昨晚与我在一起 梁军贤看着今夏说道 嗯 我理解 毕竟是我连累了你 我之前刚被遇袭 现在也是没有头绪 放心吧 我也不想连累你 不过就是害你带我受伤 很对不起 今夏想起来就觉得 对不起梁军贤 没事 能保你无事就好 说完 梁军贤吃痛地扶了一下 自己的肩膀 红烈紧张地扶着自家公子 红烈 赶紧扶着你家公子回去休息吧 今夏冲红烈说道 红烈谢谢袁姑娘 保我家公子性命 红烈行礼后 便带着梁军贤从院子的后门离开了 我也得赶紧回去了 一夜未归 小秘大人一定会很着急 想到这里 今夏也准备离开小院 不想小院的门被推开 陆毅和层府赶了过来 今夏 大人 今夏看到陆毅很意外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找了过来 陆毅看到今夏 一把上前抱住今夏 随后陆毅又赶紧查看今夏的身上 你昨夜可是遇袭了 可有受伤 陆毅见今夏身上有血 不确定是今夏的还是别人的 赶紧问道 大人怎么知道我遇袭 今夏不解 曾福赶紧解释道 昨夜云部头未回 我们顺着性灵院查到大洋那里 最后又打听到 在云部头家附近有人在打斗 我们猜想应该是你被袭击了 昨晚大人找了你一夜 今夏听了 再看陆毅的眼角发黑 一定是一夜未免 心疼的看着陆毅 我没事 昨夜的确遇到了一伙罪人 好在有我的朋友在 救了我一命 梁君贤 陆毅问道 嗯 昨天在我姨的性灵院 遇到梁大哥去取定制的药品 我正好谢谢他之前对我的搭救 可是没想到又连累了他 今夏提起这件事 就觉得很内疚 陆毅看到今夏这么内疚 便问道 他现在人在哪里 梁大哥已经回去了 今夏说道 昨夜 你可有受伤 不然 为何没有去找我 陆毅不解地问道 今夏心想 答应了梁大哥不说他的事情 还是找个别的理由吧 昨夜遇袭之后 我们就躲在这里 因为不清楚那伙人会不会穷追不舍 所以就暂时躲在这里 想着等天亮了再去找你 陆毅点了点头 虽然担心了一夜 但是好在今夏没事 躲起来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走吧 我先送你回去休息 嗯 今夏点了点头 大人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刚刚这边有人发信号 我也是猜想你会不会在这边 陆毅扶着今夏说道 原来是梁大哥的信号引来了大人 今夏与陆毅会合 此刻他的心也安定了不少 对了 刚刚那个信号是谁发的 你知道吗 陆毅扶着今夏问道 今夏一愣 答应了梁大哥还是不说的好 毕竟也是自己连累了梁大哥 我也不知道 今夏俯了俯肩膀 陆毅赶紧脱下外衣 披在今夏身上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今夏点了点头 没再多说什么 今夏和陆毅刚回到今夏家 就见陈安若雪他们 着急的在门口徘徊 陈安 今夏看到陈安他们招了招手 师父 你可算回来了 你去哪里了 急死我们了 陈安他们赶紧围了过来 我没事 让你们担心了 今夏看着大家为自己的着急 赶紧安慰道 栈兰叶自责的说道 昨夜我应该跟着你的 如果我在 你也不会 兰叶姐 怎么会是你的问题呢 你也不能未卜先知 而且你看我这不是没事吗 今夏赶紧拉着宅兰叶安慰道 先进屋子吧 今夏昨夜一定也没休息好 陆毅看着众人说道 对啊 赶紧进屋吧 说着 大家就要往屋里去 大人 岑福赶了进来 陆毅侧头看了岑福一眼 何事 大人 我刚刚收到消息 皇上请你和元捕头 即刻进宫 岑福回禀道 进宫 我也要 今夏紧张起来 陆毅一皱眉头 今夏也要一同入宫 是 岑福说道 陆毅看着今夏 眉头紧皱地想着 会是什么事呢 莫非 昨晚今夏遇袭的事情 这么快就被皇上知道了 不应该呀 自己也才刚刚巡回今夏 大人 会是什么事 我还没有进过宫呢 今夏紧张地问道 陆毅皱了眉头 你先别着急 去换山官府 随我一起进宫 好在是我们两人一起 记住 进宫要少说话 皇上面前要慎眼 也不要去猜度皇上的心思 啊 我记住了 那大人 也先回去换官府吧 我们宫门口见 今夏见陆毅 也是一身便服 说道 嗯 好 我们一会儿就在宫门口见 陆毅握了一下 今夏的手 冲着今夏点了点头 万事由我 安心 今夏看着陆毅 点了点头 我知道 半个时辰后 今夏穿着捕头的官服 来到了宫门前 这是他第一次进宫面见皇上 今夏的紧张 不仅来源这第一次面见圣上 更重要的是 这是他为夏家翻案的第一步 此刻的他仰头看着高大的宫门 这里面的人就是可以决定 他们生死的那个人 可以给夏家翻案的那个人 普天下最有权势的人 同时也是一句话就能要了他性命的人 今夏此刻的紧张与压力 可想而知 看着今夏站在宫门口 仰头看着高高的宫墙 心有所思的样子 陆毅知道 今夏此刻的心理一定是五味杂陈 不过没关系 他会守护他的 今夏 陆毅轻声喊道 陆智慧是 今夏听到陆毅的声音 赶紧转身对陆毅行礼 超级有礼貌的问号 陆毅见今夏毕恭毕敬的样子 瞬间懂得了今夏的意思 云不透 请 陆毅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今夏看着陆毅 陆毅看着今夏微微的点了点头 放心 我在 今夏也眼神含着笑的点了一下头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心已有座位 曾经 又是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